宠物狗追尖盘突出案例 2017年4月5日早上 原始点学员马老师怀抱宠物狗点点来推广中心求助 4月1日晚上给小狗洗澡 因有事没来得及给它吹干毛发 2日早上发现小狗趴在地上脑袋转向右侧 不能站立行走 报至宠物医院 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所致 没有好办法 小狗当时表现如下 前双腿和左后腿均无力趴伏地上 右后腿稍好一些能发少许力气 脑袋转向右侧不能正常回正 按推耳后 整条脊椎和腿部原始点部位 暖贴温敷背部 处理后症状无变化 叮嘱回家后适量补充内热源 并每天按上述所作部位按推一至两次 第二天马老师打电话 咨询说回家后小狗烦躁 长土舌头表现很热的样子 胶带用红豆袋取代暖贴 上述症状消失 第三天早晨 小狗流鼻血量很大 了解情况得知 姜汤浓度太大 主旗降低姜汤浓度 适量减少次数 流鼻血未再发生 第四天报来推广中心 继续按之前方式处理 症状仍无明显改善 祝父回家继续调理 4月15日又来推广中心 调理结束 发现其左侧后腿力量增加 已能够哆嗦地站起来 脑袋也能自主回正一些 尽管幅度不大 4月18日来中心调理 情况已大幅改观 后腿能站立 双前腿力道仍欠缺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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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嘞 嘞嘞疼疼了 乖 忍忍忍忍忍 啊 嘞嘞 你给他帮着个布上 他地很滑 他自己要过来 这走一走练呗 4月22日再来中心 双后腿力道 基本恢复正常 双前腿力道也明显增加 脑袋回正 转动灵活 4月25日再来中心 基本恢复正常 前后处理共20天 8月29日再来中心 3月26日... 激krit